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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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眼都很美 年輕很美女的 眉眼都很美 她一叫我碧霞姐我就會暈 她不餓 你唱了兩句上句 你才不知道我 我當然不知道 書完就好 女舞狀元 我姐姐有時候 從頭開始 講到尾詳細 那還怎樣 大碼粵劇之母 女舞狀元 蔡艷香 大家好,歡迎來到水馬人會館 俊傑講大戲 我是Jason,江俊傑 1956年,蔡艷香由越南回香港 在香港大展拳腳之餘 還找機會在香港學習 我很喜歡學習 像花果花一樣 我也很真心去學習 她叫我拜師 粵劇功架有分南派北派 南派是硬橋硬馬 有剛有勁 而北派 就繼承了北方劇種的 流麗和優雅 蔡艷香在馬來亞 學南派出身 來到香港 她透過戰前 著名的粵劇女舞生 靈華鏗的介紹 終於找到 當時著名的 經班北派導師 粉菊花 她要我拜師 在冬慶樓也拜 啊 求者為俠肚也哭 哭 有沒有哭 每個年 她說你功底就有了 可惜你學了蘇生的工作 那時這邊是中學教的 是一個蘇生留在檳城 老藝人 你給我教你三個 要你換回花大功 但是我之後 我一年三功 之後早年一功 早一功贏佛教之前一功 不需要十日我都變成了 我們這批東西 我一年三功 珍惜時間 你學香港 真的有留在乎嗎 粉菊花 收下陳老闆就小菊花 小芳芳就不知小什麼花 我是小什麼花 小禽花 陳寶珠 小芳芳 梁寶珠 自動我 好嗎 何慶芳就是 波叔的徒弟 陳寶珠 那時還未成功 粉菊花 後來她在香港也站不住 回廣州去世 京劇有出蛋角的傳統戲 陰陽河 亦是粉菊花的手本戲 裡面有演出擔水的絕技 法菊花她是陰陽河擔水 有名的 她教我 她擔水那兩個水桶 就像花瀾一樣 她有玻璃、鏡 擔住 擔車的時候 兩個手拿出去 做下做下放手 那兩批水拿著 這邊手這樣 動一下動一下 那批水不掉 我們是斯文 我師父是斯文 我學了北京的東西 回來南派那裏 孫少美 打劇總給我做 1956年11月 蔡艷香再次以大馬花彈之名 在高星戲院演出 今次拍黃千歲 劇目就是粉菊花教她的 京都陰陽河 在裡面 蔡艷香將北派和南派混合來用 南藏北 咦?我們再看 原來演出之前 先演出六國大風相 香姐反串扎腳坐車 林家昇就反串扮尾推車 嘩!真是突破傳統 那批水沒有水 但是玻璃的 做這批水那個就是蕭嵐 以前是做服裝有名的 後來我這批水夠了 叫林家昇做一批給我 一萬元港幣 我沒有了 有得去 現在你做得多又不經貴 一段時間流行 做了就算了 你不吃醉嗎? 而在市場上 她從大馬漂洋過海來到香港 始終要建立名氣 所以同樣在這年 她開始拍電影 做完之後 我和她也合作過拍電影 一套龍虎道江江 馮峰做導演 就找了她做一個正公娘娘 看邊跑 用手掌 這雞女是河頭 要馬上 下雞也住 這雞不白 要畫開 這雙筋埋上 我們邀請到行哥羅家英 講一下當時她爸爸羅家權 和香姐的交往 因為我爸爸都在馬來西亞做很久 停頓很久 所以他也都在馬來西亞認識很多東西 做過很多古老戲 就回去告訴我 就是羅家權 羅家英國的爸爸 介紹我去高星做戲 就給我先生成福做班主 就給我爸爸做大騎手 就是做了黃炎的位 聽到爸爸說 有個蔡艷香回來香港做戲 就跟她去高星戲院 就看她們做戲 刁蠻公主伏楚霸 他就做了一個刁蠻公主 這套戲就是蔡艷香 最拿手就是折腳 最拿手就是柴沙寶 這套戲就是呂楚斜 因為蔡艷公主要打贏仗 要那個霸王就是扮美推車 所以就坐車 令氏伯推車 他就很骨子 出來就有很多浪頭 很虛暗的 做完戲了 他們說 湘姐 為什麼人來坐 令氏伯伯 腳這樣折大腳 這樣來坐 這樣 但她不是 她是這樣坐 這樣坐 為什麼會這樣坐 她說 哎呀 我是女人 女人這樣折大腳 咬腰這樣坐 底下的人 猜死你 我看到猜死你 就是說說手勢 她只是做一個咒和學 你可以站得多久 你不是多方便 你不像是俊男 好像羅家英那些俊男 都可以 你一個咒和學 做得多久 同一年 蔡艷香還拍了 《黃飛鴻七鬥火麒麟》 導演是陳國嵐 當年這齣戲 關德興和陳錦棠 兩位這麼打得的大老官 一起合作 成為佳話 而蔡艷香的三節棍絕技 亦都是當時的宣傳壞點 拍電影的時候 七鬥火麒麟 我拍陳錦棠 是一個 一個很好 十分好人 有香啊 很開心 我看到她沒有分尊背後背 很好 是一個好 一掃的時候 是差不多 有錢的 死老官跟她回來 一掃差不多 有錢旁 你們有沒有給過 你有沒有藏原 陳錦棠有沒有藏原 沒有 大家好朋友 見面 見面的人真是很好 十分好 啊 班德興 陳錦棠 羅劍龍 拍過他們的 不過不同的 因為我爸在這裡 我不是在那裡 沒有花彈 我爸就 吹我們回去 女兒不在 不開到班 整家坐在那裡 我小姐也是做 也是演員 藝術很好 我小姐 但是她年紀上了 做姐回來 當然不是那麼好 不是那麼擔心 我回過來 但是剛剛在香港 事業起飛 這麼快就回大馬 這個到底是自己的 爸爸 媽媽跟著我 我媽十幾歲 你逼她跟著我 離開老公 我雖然是個小姐 但有時是可憐媽媽 人家為了跟女兒 離開老公 我便跟媽媽回來 在這裡 1957年 馬來亞聯合幫 通過談判 宣佈獨立 從此結束了 英國的殖民統治 而蔡艷香 就從香港回到大馬 爸爸蔡金球 也明白事理 就把粵團園 交給蔡艷香經營 希望她開心 而蔡艷香 就把粵團園 改名做艷陽天劇團 為甚麼 方艷芬 新艷陽 我就改艷陽天 艷陽天到現在 我們很喜歡看芳姐 我很喜歡看芳姐 你爸爸很疼你 都嫌 教授好嫌 出身在粵劇世家 同一屋蟬 又一起工作 面對著上一代 到底有多少壓力和難處 我爸爸的赤號叫做鐵不如是 一寫了下去 沒得談 我們專程去到怡保 訪問到香姐的妹妹 翠鴻 我扮到掌版 尤其是排場戲 她看到你在外面攪拌 她在裡面就罵出去 現在就來死了 還這麼好笑 上雪榴 你上七級 你下兩級 在這裡捉住你 西起上來 她把粒粥放出去 她就是吃粒粥的 你教我們 我們很接受 如果當眾這麼罵我們 我們不接受得到 很醜 對不對 即是說你做什麼 現在 即是後來就少緊一點 熱身身是真的很嚴 她打我 還不知道她打我嗎 我媽媽她打我嗎 我媽媽說不知道 那不行 為什麼要打我 我姐姐姐蔡艷香 試過一進場 讓我爸爸拿著馬鞭 一路打 由衣箱角打到去雜箱角 你有沒有人工 你做戲有沒有 我做得不對 你這也不對 我打你對不對 她不說我 這樣打 拿著馬鞭筒 不斷入場打 打到衣箱角 你打我做什麼 我媽媽 就是笑 在外面做戲笑 很嚴格 我們不能天讀後 心笑難恨 日美音 一刻千金 誰疏天 肖振環 明鎮星馬大半世紀 有大馬鞭筒王之稱 是蔡艷香的主要拍檔之一 1803歲 第一歲 第一歲 不知一百歲 剛剛去了一星期 我帶娘仔 阿兄姊 一起做給她 她帶我很多 帶我十幾歲 但我們剛剛學習的時候 她就開始學習 當時我們在大山腳 她就在一邊 她有很好的很尊重 那些行家 她進去探討我們 我們剛剛出生無奈 我們在小地方 在那些遊樂長座 她拿著春梅 就是她的經濟 她的經濟 她都紅了幾十年了 她很討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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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經濟 她很討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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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很討厭 她說 沒有的 拿著八折裙 綁在心口裡 對了 我本叔穿西裝 文秤生 日本人文秤生 我最佩服她是什麼呢 她完全是沒有劇本的 沒有曲的 她不記曲的 但她出來 她有個雲腳的 她有那條路的 你想她交正那句給你 很困難的 但我又拍到她很討厭 文雲很討厭 那次我交一套 楊門燕之像給她 她說 哎呀 這套戲 真是好啊 這曲 哎呀 漂亮啊 作得好啊 她出到去 只有首一句 秀國創奴 我不訓 哦 然後完全不是曲的 但她整晚做得好 啊 好厲害啊 我好傅傅 她真的可以爆了一整晚 她又知道是什麼來的 她不會說 你唱秋歌別 唱了楊翠喜 不會啊 以前有名字 天靈蕭 又起 翠玉香 那個班主席是十三郎 她說我們不是演戲 是鬥志 你那個家人說過雲腳 她說那個家人 有一個家人說過雲腳 大家你不認識我 我不認識 她說你不認識 有沒有很怕 所以就照樣做 這個年代 馬來亞的粵劇 主要是做提綱戲 只有一張提綱掛出來 沒有劇本 究竟演員 怎樣才能做到 在演出的時候 現場創作呢 我們訪問到 大馬粵劇 花旦前輩 卿姐 陳雲興 華旦前輩的東西厲害 她自己作曲作戲 那些名字你有沒有聽過 花花公子跳粉牆 聽過沒有 你聽過 天堂地獄水晶公 全部她的 她打出 她把馬粵劇寫著 你唱出 什麼唱出 然後你唱出 小曲 龍頭鳳尾 中段 死了 龍頭鳳尾中段 怎麼來得的 忽然間 小紅燈 尾段 那你就接了 你要接的 但是她唱到哪句 你不知道的 她整個提綱 沒有曲的 社界口 還會一人一張 你要找時間偷來看 鋪在麻雀桌上 按住 就看 看完了 沒有機會讓你再看 你掛在提綱那裡 你出場你怎麼看 哇 一下子不記得 那怎麼辦 考你 爆了 還有 你說我現在出去想 我唱什麼運腳呢 龍頭鳳 那我就想 但是出去 你先出去 你不是唱龍頭鳳 你唱次來找我 死了 我就要兩個曲 另一個曲 這句話 很想我們 年輕 又很記憶 不是說什麼 做得多巧 爆一下 十六載 隨便得一身膽 一身膽 一身膽 十乎心受未抖恨 嚴風刺破仇人眼 一九六三年 蔡艷香 再回到香港 自知 風和影業公司 拍電影 他還跟我們說了一段 當年 他跟於素秋 在片場上 真是打架的故事 不知道為什麼我和大家說去遠陽 誰贏 兩根都不輸 不輸 說不定 劉乃仔 你認識的名字嗎 是 去了美國 劉乃仔 你沒事吧 我做什麼 沒事 他打真的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 我拍他一下 出鏡 不知道是不是 落你的頭 打得他打你的頭 撞破 你過來幫他走 我聽你 幫你 很瘋 反正打真架 兩個 兩個都不輸 真的 奇怪 哎呀 我做什麼打真架 他撞破 他說你打得很痛 他的名字叫大喪 大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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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喪 我做龍醫女 他叫子醫 我不知道 你打 在拳場 但我們又不知道 我們年輕人怎麼知道 他大了我很多 金門紅十二代掌門大雨中濤 馬上打死他們 但他喜歡默兵 他老公是菲律賓 有兩個兒子 蔡艷香的電影 一浪接一浪 還先後兩次去泰國 隨便登台 李奇峰 還有北派舞師梁少松 我們搞了個片之後 我就去泰國隨便登台 那時候很流行 放了沙坡 我出去踩沙坡 一人踩幾場 可惜 我做那一部電影 出還是飯做 我做監製 你認識他嗎 不認識 但聽過 扮哥 說起上來不太好 那時候我投資下去 他跟我搞這個 寫著我搞 但是那時候的片 又這樣 你投資了之後 你又買去越南 買去馬來西亞 買去西加坡 原來是香港放映 香港那裡殺就殺 蝕的事 是賭那一處 就是賭香港那一處 開影的時候 但是他賣光 帆哥 聽說賣光 西亞 賣給製片家 我不知道 我覺得這樣 不是很好靠 沒有再說消息 我就走了 你賣光給人家 收錢 你不公佈給我 我就知道 那到時候 你說什麼就行了 同一時間 蔡艷香為了奔波演出 理不到財務上的事 負債累累 最終 在1964年 他的瘋和影業公司 宣告倒閉 沒辦法之下 蔡艷香離開香港 回大馬演戲 還債 你是誰 我 不是你呀姑娘 我姓馬 原來馬英雄 你怎麼認識我 懂就不懂 不過我見過你 1965年 蔡艷香分 升馬發展 誰知又遇到 新加坡剛剛獨立 在自己最熟悉的城市 竟然變成了外國人 很多事情 都要重新適應 翠鴻 其實他們很多受英文教育 娟姐他們 因為他們認為 因為出新加坡 海關很多是講英文 那時候 英國統治 方便 家裏有個小孩 或者有個成員 要講英文 你說很搞笑的 出去演出 那便帶些沙煲出來 回來的時候 死了 每隻沙煲要抽水 有什麼難說 世上無難事 只要你有心機 但我是懂英國 1967年 香姐的妹妹翠鴻出道 在艷陽天 由二邦三邦花旦做起 同一時間 中國正在搞文革 很多優秀的傳統粵劇 被視為獨草 禁止上演 不過幸好 香港的粵劇演出 特別興旺 很多人說 魚不過糖不肥 人不走浮就不紅 市場需求大了 造就了香港老觀演員 去到馬來西亞走浮演出 而馬來西亞當地的戲班 在這段時間 遍地開花 蔡艷香的艷陽天劇團 裡面竟然可以拆細 分到五個班 一日可以有五台戲 同時出現 馬來西亞另外很大的感觸 因為我第一次拍拖 都是馬來西亞 都是馬來西亞 女朋友都是馬來西亞的 有七零年 就是他訂我和新劍囊 進去馬來西亞吉隆坡 做戲 做完之後 就一直做儀寶 做神功戲 做了九個月 都數了二百多人 那時候就二十四歲 那年我父親剛過世 七零年我父親過世 我二十四歲 人間清暑地 滿圓春色幸花紅 鄉邪早就對我很好 後來我就覺得 現在回想起來 我都是年少氣成 有些官仔脾氣 覺得自己當時都挺厲害 很多觀眾歡迎 洗少少脾氣 首先蔡艷香 他要我減薪 要我減薪 我減薪要很少 我減薪要減薪 一個人頭六十元 六十元 戲尾也有四十元 什麼是戲尾呢 我那些地方 他只要聘請你的劇團 做三日 這個就是戲尾 做完三日 有人會給錢 再加戲 那些戲尾 那些戲尾 就只有四十元人工 那40元的人說,他還要我再減,因為減我20元,只有38元,我的氣很不順 我和你來賺錢,你也要等我舒服一下,你不是賺不到的,你不停地做 那我就不理他了,就洗脾氣,有時就顧著拍拖,經常出去,開始有些意見 最不好的事情是,再出聲一下波,用二月幾的氣,這樣做氣,我和他鬥吹水法 我鬥吹都不停,不停,我鬥吹,鬥吹三十多天,都不停,都不停 那時是年輕的 他們的經理說,不要再鬥吹了,不要再鬥吹了,麻煩你不要鬥吹了 因為他都不知道我要不停,他做花彈的,他鬥吹到那些騙子 就退了上去,就拿著騙子,他又不須得,就不停地鬥吹 一來進來後台,就起了粗口吹了,我跟你沒有面子給,我回到麻煩,我對付你 我真的覺得自己是年輕,是不對的,要尊重叔父的 就不要學你那麽壞東西 那我又不是很喜歡演戲的感覺,你先鋒殺,撿我,你沒那麼大力 扯了我出台口,像這樣,你演戲是假的,哎,你的樣子很緊張 不用打架,這樣做甚麼事,我就有點不太順 六十年代開始,是大馬粵劇的黃金年代,表演場地,由城市的遊藝場 轉移到新村的神鳥,街戲 對了,為何我認為他是樂土呢? 第一,正如我所說,你可以學到很多傳統的東西 第二,以前他好到馬來西亞港,我們簽了三個月的 有時候還可以逐藥,可以逐什麼的,你收得的話 我們試過,不止三個月,五個月都有 他們的好處是甚麼呢? 他能夠一個月裏面,最低限度 都可以給到五十天,或者四十天去做 我們做的,最開心的做是耿氣壇 當然是甚麼呢?因為他搭在那裡是木的,穩陣的 同時是涼爽一些,沒有那麼熱的 那句初縫都未能破到我們這一次的紀錄 我們這裡做了七十五天,一脫羅古都要七十五天 但做街戲又不是,那個戲牌不是很高的 差不多是三支槍,就到了最高的位置 既然是燈,熱,沒有雨風,四十五天 都沒有風,信仰兩馬風扇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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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透,便沒有很多 我因為人排異,沒有冷氣房,我是不行的 他們很慘,住那些廣東會館、商會的風扇在頭頂 出去眾人廁所、筆水,我不行 因為我要求要冷氣房又要冷氣房,我說我不懂乘車 不懂說馬來話或福建話,竟然會出一輛車 三、二、三那些Mazda給我用 我就覺得這個班子不錯,香氣車都不錯 你都知道古老戲那些,羅家英、阮曉偉 他們經常會過來,請教他們,帶回香港 這是文化的回流 香氣年紀大了,亦肯放下身段 甘心做插科打運的醜角 但你到了這個年紀,你就要醜化自己 好像做賊婆,那個就是賊婆樣 現在你成五、六十歲,你做花彈嗎? 就像是沒有人很想像,這樣就叫已經死了 但我覺得自己不夠高 你只能穿高族,沒有好戲ek不夠醒目 如果矮鞋就矮,那就不如像叫自己仇身 我姓假叫善筆,不是真假的 四六把它甚麼都不害怕 現在反而來老了 artillery怕,已經纏盡走 有時行動不太方便 小心一點 一跌倒就嚇壞人了 我在班上罵多個教人 她的罵其實都是教的 我做一次拿渣給她看 她說拿渣槍不是這樣做 有其他散發 你還差很多絕招 教過 香姐就很久 她比你容易消化 我們跟著她的時候 早上還沒起床 在她還沒起床之前 你自己走完海 打完腿 讓她起床充定咖啡 讓她坐下來教你 那年練曉輝來了 叫我做第二花彈 她說她敢認識 她出台 她不懂得做她都亂做 浪費了 即是說我浪費了 如果她跟著香姐就好了 她都沒有學習 但她夠膽識 財親入閉 在一義期 華都做我春春 就和日時 我當她的父親 她當時做正花彈 觸手 我便說 女兒我們進去拜一隻雞湯 一下神 笑到她暈倒 我都不知道說什麼了 香姐看著我長大 我有一次做華都拉爺 榮歸爾 風球王 做完之後 一霞姐 就來跟我說 我已經省了粉 阿倫 你下樓下觀眾席 有人找你 我說是誰 你認識的 一下去就看到我是香姐 嚇得我整個跳起 香姐也遇過 三生五惡的人 找她麻煩 有時煮飯的人有辦法 他們想我們駕駛駛駛 我們當然不想吃 我們跟她吵 有得她吵 有些人吵 坐在這裡 不是她坐在這裡 她不能過去 她就拿著櫃框 然後響下她走 但我們一定不會跟她吵 由於演出替旺誠 面對同行的競爭 找她麻煩的 還有行內人 互相你告我 我會吵你 你請到那個人 我請不到這個人 那我就會吵你 因為以前 這樣就完成了 世華哥還跟我們分享一件 辛酸往事 又是我義氣的救人 本來我不想再說 因為這叫辛酸史 有一次 就像拿黑的台 黎家寶做到 差不多 她的章子舊旗 不足夠了 打電話來求我 當時只有兩個香港老闆 可以救到他們 就是辛劍郎和我 因為我們是護照 你不做事不申請 不可以過去那邊 叫我救她 我說你能否搞好這些東西 你放心 我不會令你什麼 我一定做證手續 其實我就知道 說有人 大家頒方的 明知你這個 立刻進來的 都不夠兩三天 你哪裡拿到工作準證 或者你 搞不搞得行 這樣就步串了 早就有人告訴我 為甚麼 為甚麼 阿風哥 好像那裡有些甚麼人來了 我那時還沒裝身 你很聰明 走 我說你問問香姐 要不要搞定 要我走了 今晚她就開不了裸骨 這就是我們人救義氣 我醫生和什麼 她問我 沒事的 我搞定了 她叫我做 她便裝身 香姐找李楊昇的工作證 就頂我 就說是我 那個人和她看了一段時間 可能是斟酌 或者打電話回去 去移民 查你的檔案 所以一直看張近做完戲 那時候才抓人 是有證據的 這個不是那個 所以我好不好意思 就是 連李楊昇從今之後 不能去馬來納 我除了被人問了一萬以外 就找人擔保出來 要上官 當然 我們說了我的原因 我不知道 我甚麼都不懂 我要離境 我罰了香姐三千元 因為星馬婚家 馬來西亞百和會館就在1968年正式成立 這55年中有28年由香姐做主席 本來現在你去本山馬直路 不是有一間江州會館 那些演戲的人 老實說 沒有事在那裏 放一張床在那裏 就是特別部署在那裏 陳可福人不趕去 有得他住過 一班老人家在那裏說話 說我起家百合館 我還說我瘋了 然後起一家百合館 阿飛起成了我 那裏樓上 就走上二樓那裏 那裏說我師父在那裏 那裏樓上是一家的 朱鞋江琴棚 這是華公社的寶寶堂 雙壁寶堂 哇 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 最後是華公社的尊重 那裏樓記者 阿清叔 就少了出來做主席 那裏樓就做到現在 但是我們又做一下 又籌籌款 阿羅克英跟我們吵 那裏樓記者 現在百合館這間屋 賣光了 賣光了之後 還有幾十千定期存款 那裏樓出來 租給佈福堂 佈福堂是玩音樂的 教人唱歌 一個月給我八百元 請一個人打理 上鄉、中鄉 六百元一個月 那裏樓二百元 一年到年裏都舊舊 香油火腩 那這間屋就好跌跌 我就是受託人 我們開會就回到一起 那現在我就是紙舌 阿興姐是副紙舌 那這個擴展紅 娘仔你知道嗎 娘仔不知道是財政 那我們老了 就交給他們 那師父剛才 有炷香 唱了我樂就好 現在這個環境 跟以前不同 幾十年了 現在沒有人敢搞的 人家哪有這麼耐性看 我馬上按電視機 有東西看 你又浪費這麼多時間 又浪費錢 又行 底下有幾個 馬馬西亞也有幾個團 他們搞的 現在搞的都沒什麼生氣 沒有消息 政府可以說是完全沒有資助我們這個文化 真的沒有 他們自己馬來人的文化都疏忽了 真的要靠自己 靠華社 又靠一些喜歡這門藝術 或者喜歡我們一些文化的商人 華文中學來的 邀請過我們去做三日兩日的生活營 但是因為由於本地的小朋友 他主語的謊言不是廣東話 還有因為現在很多人 就不講自己的母語 就講國語 所以導師去到教課的時候 很多學生就講 聽不明白廣東話 就變成要用國語來教 其實醫院是其中一個溝通的問題 不好啦 哪有前景 現在演戲的人就是過一天就只有一天 因為後繼都無人 不是沒有戲做 有戲做 很多地方都有得做 再加上本地的媒體播樂曲 不是多的 不像香港那麼蓬勃 金堡有觀音廟 毛邊有觀音廟 很多道都有觀音廟 道道一起做 你都沒得做 你都不夠人去做 沒有人學 政府是不會幫我們的 這是你的事 他宜得你不要做 家維是種族的問題 沒有種族都不要緊 我做給神看而已 神功器做給神看而已 其實一件事我是很感動的 幫他聊天的時候 做什麼這麼辛苦都接 我問過他 他說因為 如果我不接這個廟沒辦法 就請歌台 一歌台才來 下來就會歌台 歌台會吸引到很多年輕人 都不是的 你沒得不到你害怕 視勢做英雄 他們是怎樣進步 對不對 他們就知道了 做到都亂了 又做卡拉OK 又做沒有棚園去做 沒有棚園 沒有音樂 現在看卡拉OK的很多 我不懂 如果你叫我做卡拉OK 我是不會做的 我不是白雪仙 我是白雪仙 我做了白雪仙 雪仙這麼好 以前我就只有聲音 我現在沒有聲音 我怎樣拉白雪仙的腔 拉到不適合 Key味更壞 我們做慣氣 不喜歡做卡拉OK 有沒有想過 像香姐以前一樣 去香港發展 很多人有叫過我 但沒有想過 為甚麼 都老了 現在才去甚麼 我也沒所謂 記得一步下一步 甚麼都是專業 現在我喜歡演戲 我就投進去 就算不投進去 也要給你精神砌下去 你搞笑搞笑 你始終都不成才 採訪期間 我們在大碼八和 遇上兩位年青人 因為我的環境 我是福建人 我住在L-show 接觸的人 家人全部都沒有 不喜歡看電影 身邊的朋友都沒有人喜歡 劍雪浮生 都在電視台播放 我覺得那些曲詞都很漂亮 所以慢慢接觸就喜歡 我外婆給了一箱 她媽媽以前 唱的黑膠碟語曲 我就唱我爸爸 買了一架機給我 之後就一直有聽 就跟著唱 是機言口合 接觸到Facebook 接觸到娘仔 介紹我日益生 我才開始慢慢慢慢 接觸到學歷 然後慢慢學 現在變成生活中的一部分 興趣啦興趣啦 直至到去年年尾 才在Facebook 認識馬來西亞包學會館 就入會 就每個星期來唱 到今時今日 接觸到劇聲 我才說原意的 哈囉 興姐 你好 我跟阿龍媽英 我還在公關 我還在公關 今天是金龍哥 我還在公關 是不是 聽到師父上香 是啊 本來我們主席 他有時候 就如駕駛以報 所以不能夠出席 是由師父上去 如果是招呼你 各位不爭之事 請多多高 иск 多都高 當年馬來西亞粵劇興盛的時候 亦是香港演員的大舞台 學習天地 香港的演員 來到馬來西亞演出、學習、磨練、成名 到今日,由香港粵劑界的視覺 望回馬來西亞的情景 可能軟息、甚至痛心 相信不少觀眾都會有同感 但即使現狀不堪 馬來西亞和香港兩地之間的情願 又怎會分斷呢? 就看有沒有人願意救 我曾經試過疫症之前 找20萬 過去那邊 整一間學院 因為那邊的租很便宜 說到尾我陳建峰在那邊 找過一輪前 我看我可以幫得多 可惜後來疫情令我停下來 我到現在繼續過去做的原因 一來是探朋友、探前輩 二來起碼用我少少的力量也好 或少少的能力也好 至少告訴當地也好 展示給當地看也好 粵劇也有人去承計 一個疫情 當時我寄了3萬元去給他們 每人他們可以分到500多元 原來是數了 現在連音樂、連癒傷、連甚麼在內 都是3、5萬元 差不差 但他有四、五班人 但人才原來如此稀少 是 想找的 叫做艷麗海棠迎新碎 我很想找回這一類的舊曲 將來在香港可能在戲院也好 在戲棚也好 拿出來不做 常常說哪有得搞的 我說你們個個不搞就不能搞 何處春江無明月 不知成月幾人歸 我們由蔡葉恩師傅的戲露人生 看到香港和南洋緊密交織的命運 兩地粵劇發展曾經各有所長 今天又怎樣才可以走出各自的小天地 開拓世界的大舞台呢 兩地的粵劇園要怎樣延續下去呢 認識那麼多 認識那麼多 見得那麼多 有時我們未必一定認識得透 他們或者會比我們還要 他們眼光先進 我們要經常服他 有時他要服我們 大家自己不要擺架子 溝通 我愛也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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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